压翼加三角翼调打常规气动布局 对于战机的压式布局最广泛的认知就是 动力不够气动来凑 因为发动机比较弱 所以才需要气动设计复杂的压式布局进行弥补 美国之所以不采用压式布局是因为发动机牛 随便拿出来一个都调打其他国家 所以F15 F16都是常规布局 但是压式布局真的比常规布局更好吗 压式加三角翼的优势在哪 美国又为什么不用压式布局 气动布局就是指飞机的各一面 如主翼尾翼等是如何放置的 气动布局如何决定飞机的机动性 现代飞机最常用的气动布局 就是把飞机的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都放在机翼后面 这个就是常规布局 比如美国的F15 F16 三角翼布局指的则是飞机机翼平面形状 就比如幻象2000后面一个大三角 至于压式布局也是因为飞起来像鸭子 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机翼前面有个水平小一面 虽说压式布局的流行时间没有常规布局长 但人类动力航空的历史其实是从压式布局开始的 正确的说法是远距压抑 1903年莱特兄弟制作发明的第一架飞机 飞行者一号就是把操纵面放在了主机翼之前 从如今的气动布局划分上 飞行者一号就是压式布局 只是人们当时对飞机的追求是稳定性和操纵性 常规布局才是主流气动布局 等到进入高速飞行的喷气时代后 压抑布局才引起人们重视 当然常规三角翼压抑三者各有优点 比如五尾三角翼跑得快 努力减轻压力和阻力 适合坐拦截远距离夺取制空权 代表作就是幻象2000 压式战斗机比较灵活指向性快 常规布局则是各方面比较平衡 而且各国研究的比较深 是一种比较稳妥的选择 只是动力必须得跟得上 动力好什么都好说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战机基本上都是常规布局 别人发动机好 不过要火力军选择的话 肯定是选择压式布局 别问问就是优点更多 压式布局的最大特征就是主义前面的一对压抑 而传统布局则是在主义后设置品尾 虽然都有一对小翼但位置不同 对战机整体的气动影响也不一样 压式战机的潜意和主翼一样产生向上的生力 可以克服飞机在飞行时的低头力矩 而常规布局战机为了配平低头力矩 保持机头方向 需要尾翼下偏产生副生力 就比如F16在平飞时尾翼需要下偏5度左右 以气动中心为置点 像一个翘翘板一样将机头抬起 这样的情况下 尾翼下偏降低了全机的生力性能 而且下偏的尾翼还增加了飞行阻力 所以在同等条件下 压式布局的飞机比常规布局的飞机具有更好的机动性 当然在正常飞行状态下并没有多少优越性 但是当飞机需要做高强度的机动 比如上仰小半径盘旋等动作时 压式布局飞机的潜意和主翼上都会产生涡流 两股涡流之间相互偶合增强 产生的生力比常规布局更强 这也是压翼最明显的优势 压翼在大仰角状态下 翼肩拉出的涡流压力较低 从主翼上表面流过 可以提高主翼的上下压力差 产生更好的生力特性 这种效果与常规布局中的边条翼相似 但是压翼的面积更大 而且可以大角度偏转 产生的脱体窝效果更明显 总的来说 压翼最大的收益在于窝生力 通过压翼在机翼上面 形成一系列稳定的脱体窝 这些脱体窝就如同一个一个小旋风 加速了机翼上表面的气流速度 给机翼一个生力增量 另外 由于没有屏尾及其支持结构 机身后部外形光滑流线 压式飞机的超声速阻力较小 欧洲的台风 法国的阵风 瑞典的GNS39 这些飞机的压抑除了用于产生涡流外 还用于改善跨音速过程中安定性骤降的问题 同时也可以减少配屏阻力 有利于超音速空战 在降落时 压抑还可以偏转一个很大的副角 其减速版的作用 至于常规布局的优点 技术成熟 它是航空发展史上最早广泛使用的布局 理论研究已经非常完善 生产技术也成熟稳定 各项性能比较均衡 相对压抑来讲 雷达反射面积较小 重量轻 隐身性能强 缺点也很明显 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常规布局很全能 但又全都不能 当然压式布局有优点 同样也有缺点 最明显的一个就是 压式布局 启动设计上很复杂 所以压式布局 对于飞控软件设计 对于电船操控 航电的要求很高 这点也是美国战机 大多都是常规布局的原因 那个年代 计算机性能有限 设计压抑和主意之间的配合 比较困难 而且压式战机 由于压抑在前 战机前向雷达截面积增加 雷达反射率较大 不利于隐身 所以美国的F35 F22都没有压抑 不过三角翼的隐身性 比压抑布局更差 其次压抑与主意的偶合 也不好控制 稍不注意就会出现 飞行事故 就比如世界上 最早采用压式布局的瑞典 经验够多吧 但是在JAS39研制过程中 还是会出现 飞控事故 如果用常规布局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时压抑加三角翼的组合 战机敏捷性更好 但是持续机动步行 也就是俗称的顺盘性能好 但是稳盘性能差 说到这儿就需要提两句了 压抑本来就是一种组合异形 现在的压式布局 基本上都是配合三角翼一起用 三角翼的基本特性是 超音速阻力小 适合高速截击 选用三角翼的飞机 可以获得很低的翼载盒 比如幻象2000 翼载盒是四代机中最低的 但是三角翼的展现比小 诱导阻力大 大影角的升足比反倒比较坑 而且因为是无尾布局 操控性差 起降性能也不行 而使用压式布局可以用涡流 补充主翼上表面的能量 延迟上表面的气流分离 进一步改善大影角特性 另外相比边条翼 压翼是可控的 可以在诱导涡流配屏等功能之间切缓 主要的缺点是 与主翼配合良好的压翼 设计比较复杂 至于优势 首先就是有利于超音速飞行 注意不是超音速机动 机动设计的东西太多 不是一个气动布局就能定论的 并且在超音速飞行时 空气阻力更小 有利于超音速飞行时的配屏作用 不过在矢量发动机弄出来之后 配屏的作用优势就逐渐削弱了 总的来说 压式布局控制水平方向 是依靠抬头常规布局 控制水平方向是压尾 这是最基本的区别 直接后果就是 压式布局在机动的时候 能量损失更小 起飞的距离更短 这点在舰载机上比较明显 为了保证舰载机能够安全起降 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升力大 起降滑跑距离短 如果采用三角翼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三角翼的好处是 翼面积相对比较大 翼载和低 可以改善起降性能 但是因为三角翼的前缘后掠角比较大 适合超音速飞行 起降状态下的升力系数比较小 所以在起降的迎角状态下 得到了升力小 一般的三角翼飞机 起飞滑跑距离还是挺长的 着陆滑跑距离也很长 不太适合上舰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 幻象三幻象两千 这种都属于是五尾三角翼的飞机 结果起飞 着陆 滑跑距离长 没办法给海军用 所以法国又专门给他们的航母 研制了军旗 超军旗 这种后掠角比较小 展现比相对比较大的机翼 但是这样的话 最大速度就下来了 差不多刚超过音速 而幻象三幻象两千这样的战机 一般都是两马赫以上 为了让战机用三角翼也能上舰 保证最大速度 法国就给战机降了一个压抑 也就是阵风 因为压抑是可以偏转的 同时它还可以利用压抑窝给主翼增升 弥补了一般三角翼的缺点 从而在起降状态下 能获得较大的胜利 加上三角翼的翼载核比较小 适合高速飞行 所以法国才使用了压抑加三角翼的组合 而且压抑的存在 也能保证阵风在航母上的安全起降 所以法国海军用的阵风M 与空军的阵风C 外观基本上是一样的 发动机也差不多 当然海军型的阵风M主要在结构上 或者起落架上做了一些改动 但是改动不大 一共也就增加了600公斤 而一般外形一样的舰载机 空军型和海军型大概要差两吨 这就能看出来压抑的好处了 意在和小 胜利大 至于美国不用压抑加三角翼的原因 就三个字 用不到 美国的战机基本上都是常规布局 F16的设计师希拉克尔还嘲讽 压抑最好的位置是装在对手的飞机上 那是因为美国在空军这方面太强了 每次搞下一代战机的时候都比别人早 不用上复杂的压实布局 也可以拥有性能优势 而且那个年代的计算机性能有限 设计压抑和主意之间的配合比较困难 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 气动设计水平 战机飞控系统 还没有办法完美驾驭压实布局 而且美国用常规布局比较顺手 没必要更换门庭 而且动力不够 气动来凑这句话并不算正确 发动机不怎么样的俄罗斯 没有装备压实布局战斗机 发动机不弱的欧洲 反而用了不少压实布局 比如欧洲的台风 用的EJ200发动机并不算差 但这句话反过来说就对了 动力够的话 压抑有没有无所谓 毕竟常规气动的优点也不少 压抑加三角翼的组合 在亚音速狗斗的时候一般 它可以提高一定水平的顺盘值 但是作战机动后 能量损失非常快 不利于稳盘类的持续机动 而常规布局 则是综合表现良好 从低速到超音速 能力十分平均 压音速到跨音速机动 能量损失合理 持续机动表现良好 F16狗斗 先打败阵风 这类压抑不是没道理 因为狗斗很难进取超音速 只有中推发动机技术 锦贴美国的英国台风 能和F1655开 还有美国的F22 使用常规气动布局 超音速机动一样好 毕竟有F119发动机 就算常规布局照样超音速巡航 加上压音速良好的表现 常规布局的确是美国首选 但是换一个国家 就不是这么说了 总的来说 压抑三角翼 常规这三种布局 各有各的优势 而且三者的种类非常多 就拿压抑来说 分成远距 中距偶合 近距偶合 很多种压抑分类 每一种对应的空气动力效能都不一样 还有比较特殊的飞翼布局 隐身效果强 比如美国的B2 不过这种飞机的飞行性能不好 很难控制 制作难度大 到现在能叫上名字的 也就一个B2 可以说 气动布局这东西 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火力军一期视频 肯定没办法全部概括 只能以一种相对好理解的方式比较 无法避免有片面的可能 所以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可以在下方指证 当然了 如果各位有不同的见解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